零售業20月最低,自由行沒辦法 7月份我想大家都有些震驚 零售額的升幅只有3.8% 我本人也有些震驚 本港零售業談花彈之後 7月又跌落屋底 還要是近20個月最低,銷售總額只有365億 服裝店做減價沒有人買 百貨、中標、珠寶沒有運行 證明市貨沒有購買力 就算內地六個城市再整個一推多行 深圳一千多 對香港是會正面的 但有多大的影響 我不會覺得會帶動我們 升到10幾20% 有分析自己的自由行 隨時令高消費客人遠距其他地方 是會有一個可能的差效 就是多了人來迫了 真實的增長未必想像中那麼好 人多,但沒有消費力 只看不買,做死前線員工 看來零售的冬天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山姆 這個大明星的成績